封台灣主持人Janet 忙著在奧斯卡星光大道 採訪好萊塢明星 很不巧當天是老公George 四年一度的生日 會怎麼幫他慶生 我這次還蠻對不起他 因為我太緊張了要主持Oscar 所以我都沒有準備任何的東西 我就跟他講說 我今年給你最好的禮物就是我 I am your present That's all you need Janet說 因為老公二月二十九日生日 四年才過一次 上次也因兩人分隔兩弟沒慶祝到 因此有點內疚 所以他趁空檔買了一座 最佳老公獎表揚一番 瞧George有多感動 另外Janet也分享了 老公自閉症弟弟的故事 是可以講一點點 然後Andrew是完全沒辦法溝通 那當然我覺得最辛苦的是家人 因為看他媽媽 他媽媽很小姿 然後他要從小到現在生死三十一歲了 他們還是要一輩子照顧他們 然後我覺得父母親還有家人 其實真的是蠻辛苦的 我們願意分享 是因為我們希望把這個力氣 這個力氣給其他的 也許有這樣子的小朋友的家長們 背背中心 抱歉George 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 報告 好